台北当代艺术馆 城北街区艺术计划 今年由策展人曾令里 以寻找我们原本的光亮为主题 邀请七组艺术家们 共同发掘城北街区中原有的光亮 以光影为主要创作形式 挑战户外场域的限制 打造出绽放希望围光的作品 期盼在后疫情时期 为往来街区的人们带来鼓舞的力量 在后疫情的时代 我们发现大家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理解自己周围的巷弄 然后甚至花更多时间 去探索自己所生活的这一块土地 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 了解自身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虽然少了很多出国旅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进入一个自我觉察的阶段 然后来发挥自己内心就有的文化的力量 我们这一次邀请了七组艺术家 来共同来执行这一次的展览 那我们里面有里面每一个艺术家 其实都有在回应这个主题 那我来说明一下 像我们从南边第一个会遇到的作品 《洛宇》 他们利用这个巷弄之间凹凸不平的这个地势 会形成的这个水蛙 然后来诠释这一个光与水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作品有一点像连衣一样 会一圈一圈的闪动 然后这也是一个在巷弄里 会特别观察到的一个特殊的空间的机会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作品 像在老爷饭店的陈秋浩艺术家 他利用大家在疫情时期 居住在饭店里 但是却不能够彼此交流的这一个状态 他特别利用门卡作为一个感应的机会 你刷了门卡 然后投影机会产生一个新的你的虚拟的角色 所以你虽然不知道其他人 有没有在饭店里一起生活 但是你会看着这些角色 你会知道其实在这一个旅舍里面 还有很多人一起共同生活 在这样子一个空间当中 我觉得这两个作品都还蛮充分的回应了 就是在疫情时期会看到的一些景象 这一次是这个街区艺术展 第一次办在晚上 是一个夜间的效果 因为我们觉得夜晚其实是一个更为安静 步调更为缓慢的一个状态 而且天空也黑了下来 其实人在晚上散步的时候 心里是格外的放松平静的 然后在这个时候 你发现一些小小的亮光 发现这些亮光点亮的周围的环境 其实我们希望借由这些作品 让大家看到 原来你的巷弄里也有许多的美好的部分存在 然后是你在放慢脚步 没有太多的思绪干扰的时候 可以去看到的景象 我们相信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观点的转变 或你视角的转变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带给人们很多的启发 不一定是要去一个很大的美术馆 或者去看一个很华丽的展览 甚至出国才可以受到刺激 常常很多的启发就是从生活当中所产生的 那这一次的陈北街区艺术计划 我们首次把这个计划以夜间来作为一个主要的发想 因为在后疫情时代我跟这个浙展人在讨论的时候 就希望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放慢脚步 去关注在我们生活中过去可能被忽略的微小微光 尤其在夜间我们并不是要做一个光解形式 而是提醒大家或者是提出一些艺术计划作品 让大家在晚上能够慢慢的欣赏我们这么美好的陈北街区 尤其我们这个街区非常特别 我们离北车很近 我们既繁华然后又有很多巷弄的文化 所以它其实是很多过去跟现在 有关这个长明跟这个大型的经济体 还有学校跟美术馆的一些共购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底下 那浙展人就提出很棒的艺术计划 那这一次真的是我们第一次在晚上夜间开访 我们有响应了那个市长的天眼城市计划 那萧英也在我们长安西路那边就有任养了这样子三个 再加那个中山北路四个 我们环境街有三个 还有中山北路二段有两个 所以整个把环境丽美化 那有接到这个光点的艺术品的话 那真好晚上的时候 我们那天市灯里面就说 哇好梦幻喔 好神秘喔 好美丽好光亮 真的很期待 当代艺术馆外更同步展出与建成国中合作的管校艺术作品 当我们的记忆在树上结成了果 由走入草农艺团与九年级全体学生 共同创作180幅捐印作品集结而成的装置艺术 我的作品呢它的名字叫做曾经 然后我是用一颗苹果 还有它之前的花来呈现的 这些花代表着这些苹果的过去 然后呢有些比较自卑的人可能会觉得 它的过去就是不堪回首 这些像这些花有可能会有一些污点 可能会枯萎 可能会掉落 但是呢我想借由这部作品告诉他们说 不管你觉得你的过去到底多么的不堪入目 但是呢它纵观来看对以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最珍贵的 然后它是建构目前的你最重要的材料 它整体看来是像花一样的美丽 其实就是这样子做作品还蛮特别的 因为以前没有这样子的体验 其中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应该是质版 因为以前比较少接触到这样子 以前艺术人文课顶多就画画图啊 尖尖纸这样子 因此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 然后跟艺术家合作也蛮开心的 艺术家人很好 很认真在带领我们制作作品 我的作品是以回忆为主题 然后主体是香蕉 因为以前回去外婆家常常会看到果树 然后当时比较傻 所以只认得香蕉 对香蕉印象比较深刻这样子 这次的作品呢 是以简单的文字和线条呈现 没有过多的色彩 希望介绍呈现我浮实无花 简单的童年 我觉得有透过管校合作的机会 让艺术教育落实在学校里面 让我们孩子透过课程 透过艺术家 助校艺术家的合作 在文正常的课程里面 而且是去年的时候 八年级的每一个班 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如何把艺术家的想象 以及对于透过水果 把他们对水果的记忆 相关的情感把它展现出来 用捐印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最后再用装置艺术的方式来做展现 校长看了也都非常的感动 同学他们在回想的时候 有些是有蛮特别的经验 那有一些是跟自己的家人情感有关的 那其实对他们来说 这个应该是为他们 是一辈子的一个回应 那尤其是艺术家 他使用的是卷板 那需要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创作 从绘制这个画稿 然后质板 然后最后再印成这个压克力 印在压克力板上面 那其实这个过程 学生我看到 他们对于自己的一个表现 他们其实很开心 然后也很乐在其中这样子 那尤其我刚刚看到的同学 看到自己的作品在那边展示 那其实可以看到 他们非常高兴的在一直在拍照这样子 那我相信其他班的同学 他们在放学之后 经过我们这个街区 看到他们自己的作品 一定也会有一样的感动在这里 好 那其实我们在艺术教育上面 其实最重要就是把这样子的生活体验 可以让学生可以能够一路的带到 他的人生当中 那助校艺术家其实他除了能够去扩展学生 他们创作的一个方向跟能力之外 其实更重要就是把他自己生活的一些体验 能够带给学生 让他们可以再渲染出去 台北当代艺术馆寻找我们原本的光亮 9月24号到11月13号 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周边街区 及合作空间进行展出 展览期间更举办多场导览 掌座以及工作坊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